連日來了大雨 民眾撐傘過馬路 但這一秒 AAA 行人不走斑馬線 警察看了民眾違規 趕緊上前勸阻 另一頭 這名老先生 連傘都沒撐 快步穿越馬路 遠景看了好擔心 吹哨子示意 男子也違規 明明旁邊就有斑馬線 但民眾就是不遵守 為什麼不走斑馬線 我不知道 我忘記 我好久沒有出來 有女子過馬路 不看車 被鑑車撞上 整個人跌在地上 還有人穿越馬路 沒走斑馬線 被左側機車撞了正著 統計今年到現在 我們路口行人造勢 死亡的 行人有六件 那這六件都是65歲以上的老人家 跟前幾年比起來 確實有偏高了 前幾年都是大概兩件到三件 老人的事故而已 尤其在十月份 就有三件都是老人家過馬路 十月初 金融就連續發生 三騎老人家過馬路被撞死的意外 金融市警察局交通隊 從十六日起 執行不老專案 針對違規穿越馬路的行人 以及不理讓行人的車輛 加強取締 六天來共取締了579件 車輛不理讓行人有53件 行人違規穿越道路有526件 其中 又以廟口夜市前的愛山路 違規最嚴重 如果我們的行人 沒有依照標誌標線 號制過道路的話 從紅當然還是沒有走斑馬線的話 依照處罰條例 78條一項的話 是要罰300塊 那我們車輛到路口 沒有理讓行人的話 是要處罰1200到3600的 不等的一個罰金 所以說按照呼籲我們的 不管是駕駛人還是我們的行人 都不要違規的行為 警方表示 開單執法只是手段 主要是希望防止悲劇發生 希望庸人能夠遵守交通規則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